第二題,他說小軍使用一個沒有歸零的上米天平測量金屬的質量 金屬放在左盤,砝碼放在右盤200公克,恰巧可以平衡 把東西都取下之後呢,發現指針向右邊偏 為我們下例敘述何者正確 那我們知道我們使用的是一個上米天平 上米天平的指針呢,是朝上的 所以讓它向右邊偏的時候呢,是表示我們的右邊呢,是比較重 你可以把小檔這邊是有重量一樣 於是呢,這個校準螺絲上,因為右邊比較重 所以右邊的螺絲要往裡面走 左邊的螺絲呢,要往外面走 這樣它才會重新達到所謂的平衡的狀態 所以呢,我們看到了它的指針向右邊偏 表示右邊是比較重 所以調整的時候呢,右邊的校準螺絲應該是向左邊往裡面走 而不是向右邊 所以呢,我們知道我們的B選項呢,是錯的 那麼接著呢,它又握了一些有關於一些重量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那麼,我們的右邊的比較重 我們把它想成這裡有個重量一樣 然後呢,我們金屬呢,放在左邊 砝碼200克放在右邊 所以呢,砝碼金屬的質量就是200克多一點點 右邊本來就會有的質量一樣 所以呢,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金屬的質量呢 應該是大於200克的 所以我們的選項A,說金屬的質量大於200克呢 是對的,那麼也因為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它的C選項說 200克至於左盤,金屬放右盤可以達到平衡 是不會對的 因為呢,我們的砝碼呢 只有200克 然後呢,金屬呢,放在我們的右邊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原來沒有平衡的時候的質量一樣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金屬的質量是大於200的 所以它放在這裡,它是不會平衡的 所以它是不會平衡的 所以我們的C選項呢,也是錯的 那麼最後一個,我們的珠選項 它說,歸零好以後呢,把它放進去呢 指著會向右偏偏 它現在已經歸零了 所以兩邊都是沒有質量的 是正常的情況下 那我們我們的金屬呢,放在我們的左邊 砝碼200克放在我們右邊 可是我們的金屬的質量是大於200的 所以大於200,所以呢,是左邊比較重 所以指針朝上的時候,左邊重 指針應該是向左邊偏 向左邊偏 所以它說向右邊偏呢,也是錯的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題的答案呢,應該選擇的是A 金屬的實際的質量呢,大於200克